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接下來我們譚老師就要來分享 一個健康好料理 剛剛講冬至很多人進補 很多人吃湯圓 老師今天要分享厲害了 健康的山藥湯圓 而且老師做的是鹹的 而且給鏡頭看一下 老師的小湯圓 好可愛 請問一下小小一個 這個有一個 這個是怎麼做的 其實就是把山藥蒸熟之後 你稍微把它搗碎 然後等它稍微涼一點 再把糯米粉加進去 然後就把它揉成團 之後就可以變成湯圓了 所以只要定型就好嗎 那山藥跟糯米粉的比例要怎麼抓 其實你就慢慢加糯米 糯米粉就慢慢加 慢慢加 讓它可以成團 成定型 對 然後就是不要一次加太多 因為這樣子你也不好揉 譚老師我打個岔 所以這個做法有點像人家的地瓜圓 或者歐鷹 其實都一樣 因為地瓜圓也是地瓜先蒸熟 然後就加糯米粉 然後加到成團 那芋頭的話就是芋頭蒸熟 然後也是加 就是很簡單的白的 細的糯米粉 然後變成成團 就可以把它某種程度切 或者分成你要的大小 那只是老師做小的 所以山藥 地瓜 芋頭 都是可以搭配糯米粉來做湯圓的 對 那其實還有一個 你可以把豆腐的水瀝乾之後 嫩豆腐也可以做 豆腐那個水分那麼高 那它怎麼成團 你其實就把豆腐的水 先放在這種濾網上 把它瀝乾了之後 然後也是把它打碎之後 慢慢的把糯米粉加進去 其實這樣也可以 好 這個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在家裡實驗 反正糯米粉很容易買 那我剛剛講的 山藥可以實驗 地瓜 芋頭都可以實驗 對 都可以的 那其實都很簡單 好 老師剛剛簡單的熱鍋 那稍微熱一下橄欖油 現在先稍微炒一下 這一個番茄的小丁 這個是普通的番茄 把它切丁 這是牛番茄 那你就把它燙了之後 去皮之後 你就隨便 就是你喜歡大的就切大的 那我就因為配合這個 所以稍微小一點 我們其實今天是這一個 番茄海鮮山藥湯圓 所以等於是一個鹹的口味 對 那我們就把番茄要炒到 有點糊狀出來 再依序加入這些菜 那我們依序看一下 老師準備的食材很簡單 剛剛講首先是山藥圓 自己可以在家實驗做 然後簡單的菇把它切小丁 是 老師你準備了蝦跟花枝套餅 一樣把它切塊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豆子 就是那個白豆瓣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燙一下 然後就是切丁 因為這樣符合這個所有的口感 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讓它都是小塊 所以湯圓是小塊 然後你看蝦仁小塊 然後白豆瓣汆燙之後切小丁 對 所有東西都是切成一樣的大小就好了 好 我們現在咕咕下去 然後豆子會比較難熟的 像我燙過 豆子也下去 但是我們還是把它加進來 然後就把它炒一炒 然後加水 老師 白豆瓣這一類豆 它事實上有滿高的膳食纖維 可是它也是有植物性的蛋白質 對 然後再最重要 為什麼要加這個豆子 因為豆子是要咬的 我們這個湯圓最好不要 所有東西都是很快可以吞進去 這樣會有危險 我懂了 每一次冬至 湯圓 有的時候什麼小朋友吃湯圓 也早了對不對 對 所以像我如果煮甜的 我就會加一點堅果 為什麼呢 可以要咬的 這樣他們不會 就是一下噗嚕噗嚕吞進去 這樣太危險了 真的 我覺得老人小孩 有的時候都喜歡軟綿綿的東西 對 這好危險 可是軟綿綿沒有認真咀嚼 一個不小心就出狀況 同時間 他老師這一鍋 這一個湯的基底已經滾了 對 然後我們這時候就把湯圓 跟這些海鮮就一起放下去 老師剛剛用綠灑稍微把它多餘的粉 稍微把它綠掉 對 然後我們就 因為海鮮煮的時間也是需要短一點 然後這個蝦子也進來 那我們只要煮到什麼程度呢 湯圓浮起來就可以了 老師你的海鮮湯圓 你的料比湯圓多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澱粉類 我們就適量就好了 我懂了 你的意思是說有的時候吃湯圓 當然也是一個節慶 也是一個氣氛 也是一個滿足口腹之慾 可是你把它當作澱粉 事實上你其他的營養素還是要顧 對 然後我們就這樣一鍋就可以 就是可以當晚餐了 好 我們來看 這一個 唐老師其實所有的食材滾了 湯圓浮起來就好了 湯圓現在浮起來了 所以就好了 我們只要再加一點鹽調味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非常好吃 顛覆我對傳統湯圓的印象 這是我吃過的料最澎湃的一個湯圓 湯圓是非常軟嫩的口感 像麻糬一樣的味道 它的蝦肉跟它的透抽 那個嚼勁 非常彈牙 非常好吃 我剛講加上它的那個湯圓是軟嫩的 所以有多層次的一個口感 加上它的湯汁真的是海鮮的鮮甜 跟番茄的香甜都在裡面 吃起來真的是非常讚的一道料理 湯老師這道料理也非常適合 我們的慢性腎衰竭病人吃 只是慢性腎衰竭我們要限蛋白 所以它的可以多攝取一些澱粉類 來補足它的熱量 那講到慢性腎衰竭 每次病人到了冬天 我非常擔心 就是因為他們的熱